你不是我嗎 你為什麼要強打我 逼我是嗎 逼我是嗎 伸出手似乎要硬搶包包 白衣男把矮他一個頭的女子 逼到電線桿旁 就在大馬路上使用暴力 你打我 把他捏了 你打我 把他捏了 把他捏很大是嗎 女子當場求救 緊抓包包不放 反而遭到拳打腳踢 這樣滾以後 我把他捏了 我拜託你 不論怎麼呼救 男子就是不願意停手 被打的是一名越籍女子 國語不太好 他在桃園開了家護膚店 他表示白衣男是前男友 兩人分手後 對方還是糾纏不清 跟他幾個月的時候 我就沒有感情了 他一直打我 一直打我 他有打頭 因為他補我的頭 你看現在就要完了 老闆娘更激動的表示 白衣男不只會打人 分手後還是常來要錢 要不到就打到護膚店 他去每天都自己酒店花錢 然後他說我要拿錢給他 我說我沒有錢了 回來他馬上進去又打 我等下查電視機 馬上進去又打 然後管署回台一下 要他打 我們同事到達現場 就是因為感情在拉扯 他自己有搶過 這個部分是沒有 男子是否搶包包 還有待釐清 但使用暴力 被影片拍得相當清楚 老闆娘打算驗傷 提出告訴 讓法律保護他 否則恐怕永無寧日 記得林中正 謝謝林檀報道 好 好 好